7月9号全新换代的大众奈腾就要上市了 刚好我5月份去到了这台车的全国媒体的试驾活动 所以有些细节可以和大家来分享一下 在大家特别关注的智能化的部分 这台车是用到了和大江来联合开发的制驾系统 高速领航甚至城市领航这样的功能它实现不了 不过打灯变道这样的功能它还是可以来完成的 这其实有些遗憾 因为同样采用了大江的制驾系统的宝骏的车型 他们就可以利用它的环式摄像头来实现一下高速领航 城区G领航和智能泊车这样的功能 大众如果能够做到这些 那它绝对是合资车企里面的领头羊了 但是很可惜它没有做到 所以全新麦腾身上的这套驾驶辅助系统 只能算是一套比较好用的L2级驾驶辅助 它要强于传统的合资车企 但是要明显弱于现在的新系列车企 智能座舱的部分 好消息8155芯片和15英寸的中空大屏上车了 坏消息它只有两个最高配的车型才有 除此之外低配车型还砍掉了副驾的11.6英寸娱乐屏 并且车内的网络也从5G降级到了4G 还有一点 全景影像这个配置在全新麦腾上只有顶配车型才有配备 而其他版本都是单客摄像头的单独的倒车影像 我觉得这个配置的合理性是有待商榷的 现在已经2024年了 还对低配车的这些配置如此的较真 而我觉得大众还是应该思考一下这样的策略是否还行得通 接着来说一说全新麦腾它的设计这台车的尺寸 现在进一步增大 已经来到了4米99 差一点就要突破5米了 但是它车内空间的变化其实不大 它的轴距依然保持在2871毫米 并且后背箱的容积甚至还从533升缩水到了508升 而我们对比新老麦腾他们的测试图 很明显可以发现新款麦腾它的车头是加长了 它的前选明显的变长 所以这也是它4米99车长的一个主要的由来 全新麦腾的外观变得更有棱角感了 它的车身上布满了很多锐利的线条 有一点不得不提 从B6到B8一直都有的 类似宝马的霍氏拐角的设计 在这一代车型上被取消掉了 所以大家是更喜欢老的设计 还是更喜欢新的设计 也可以在评论区里面我们来讨论一下 动力的部分 全新麦腾是取消掉了原来的2.0T低功率 就是330TSI的车型 现在从1.5T的300TSI 直接跳到2.0T的高功率 也就是380TSI 从目前获得的配置表来看 1.5T车型有两个版本 2.0T车型有三个版本 总共有五个车型版本可以来选择 这台1.5T的发动机 主打的是它的燃油效率 在稳态行驶的供控当中 它可以获得一个媲美混动车的油耗表现 我们都以WTC供况来作为参考 新款麦腾 它1.5T车型的综合油耗 是5.8升每百公里 比老款的1.4T低了接近0.5升每百公里 最后是价格 2023款麦腾 也就是老款麦腾 它的官方指导价 从186,900到253,900 当然消费者肯定是不会接受它的指导了 实际的成交价会比它便宜非常非常多 像它的老对手 丰田凯美瑞和本田雅阁 它们的主力车型的终端价格 早就来到了15万左右 所以麦腾是必须来跟进的 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来说 7月9号来上市的麦腾 它的官方指导价其实并不是那么的重要 它肯定还会订到一个相对比较高的官方指导价 来维持整个品牌的价格体系 而它真正的终端价格可能要过半个月之后 才能够来看到 在那时候可能才是这次全新换代麦腾的一个比较合适的入手的时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